依照规划中山区个理符合资格的长辈在排定时间内陆续到场接种疫苗 负责施打疫苗的中山区卫生所和新昆明医院呼吁长辈踊跃接种 不过如果是染疫康复后的长辈或是民众 则需要三个月后才能接种 三个月内有染疫的民众一定要间隔三个月才能够过来施打 然后如果有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染疫的 可以到我们的卫生所洽询 或者你有拿到鞠隔书用鞠隔书来做确认 基东市65岁以上长辈6月20号开始接种第四剂莫德纳疫苗 中山区公所特地派专人和通话里长徐立林一起合作 在接种站门口提醒长辈是否符合施打第四剂的条件 有说好了 因为这个病毒 有确定这三个月 通知单都有那个明细的记载 你满五个月或者缺整三个月内 我们不适合打 等你时间到了以后过后再去打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像今天这次来这边 大家打的顺序都非常的好 中山区三位雄固来的现任市议员 宋伟丽 张炳君以及庄敬盛也都到现场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问候服务接种疫苗的长辈和陪伴家属 对打这个疫苗有没有什么反应 几乎大家都说还好还可以接受 都没有太大的反应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一位长辈 大家都打了之后呢 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但是出门还记得要戴口罩 还是要清洗手的 那秉均今天一大早 就特别来到了我们通话里人民会堂 陪同我们的长辈施打疫苗 然后其实也是来这边关心他们 然后必提醒他们 虽然疫情有比较趋缓的 但我们口罩还是戴好 防疫措施要做好 唯有自身保护自己的安全 同时也可以保护其他的人 跟自己的家人 普遍从早上到现在 我们看来长辈施打的状况都还不错 我们各项动线 非常感谢我们中山区公所 以及中山卫生所 他们不遗余力在假日 还特别来安排动线 让我们这些长辈 能够安心来施打 希望我们的长辈都能够健健康康 来度过这样段的疫情 市议员参选人施伟正 也到现场问候服务长辈 在中山区卫生所 中山区公所 新昆明医院 以及议员和里长 跟志工们通力合作下 接种疫苗的作业 都能够顺利圆满进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